炸就算了 何必又补一刀呢 首先免费的红旋家号 帮主播点一个感谢 用于俄罗斯武装力量导弹的热情帮助 一行乌克兰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们现在像在欧洲一样生活了 比如住在克里沃洛格的部分军民 此时此刻会感觉到 自己生活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一般 9月14日 俄军出动了图九五战略轰炸机 发射空气X101巡航导弹 摧毁了喜剧之王泽连斯基老家 克里沃洛格附近的卡拉丘诺夫斯克水库大坝 这一打击可是不得了了 使得下游因古列茨河水面上涨 水面拓宽了N倍 一大片的地区变成了河流 大量农田被淹 战争已经升级 俄罗斯已经开始破坏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从军事角度来讲 这是完全有必要的 之前是顾及斯拉夫兄弟情义 收着打 既然美国不听警告 那么更为严厉的打击还在后头 由于卡拉丘诺夫斯克水库大坝被摧毁 导致因古斯河水位上涨 给乌军渡过这条河 以及在周边地区调动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克里沃洛格市市长亚历山大尔维尔库尔 证实了俄军对该市基础设施的打击 并表示克里沃洛格全市的供水已经中断 值得一提的是 9月14日晚间 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基里尔·纪莫申科发表声明称 克里沃洛格市挨了8枚俄军导弹 主要打击的目标是该市的水利设施 静莫申科说 这些设施对生命线至关重要